上期我们说到啊,一直等等等,差不多一直在这来回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啊,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候终于北京来了一个人,一个北京的警察。 凯斯勒是认识这个人的,因为每年啊,他要去办这个外国记者的签证嘛,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从这个人的脸上呢,一下就看出了那种特别同情的那种神情啊。 因为大概他处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过呢,也是为了这个公事公办吧,至少呢,他也得维护一下自己的这些抓,抓这个凯斯勒的警察的脸面嘛,体面嘛,他得象征性的,得问点问题。 那其他的那些警察呢,就站在旁边啊,就那么看,完了这警察就问他,呃,如果你想要采访,你也是知道的啊, 你是应该需要先向政府申请的,我知道啊,不过这我没去采访啊,我是在这边露营。 哦,那就奇怪了,你怎么就那么巧,就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的时候,就出现在那了。 哎,那你看看我啊,我昨晚上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那背包里就这点东西,如果我真的要是去为了去看采访的了,我不可能带着这个什么睡袋啊,这些东西。 我怎么也得带点摄像机啊,什么这些东西吧,我什么都没带啊。 这下啊,这警察也问不下去了,也不想啊,那种另行公事的那么问问题了。 结果啊,他一脸好奇的啊,反而问这个海斯勒,这就都是不老屯那边啊。 说,哎,那那个,你去那儿你看那选举什么样啊? 嗨,就五个人,俩姓彭的,俩姓周的,一个姓唐的,完了在这个五个人里边选出三个人来,我就知道这点。 哦,那你以前见过这个村子里的选举吗? 当然,我以前住在四川啊,在四川那儿见过。 两边有什么不同吗? 没什么不同。 那这种选举跟美国你们那边的选举有什么不同啊? 哎呦,这海斯勒心想,在我们美国,那百分百的呀,肯定不会说选举场合上出现一个外国记者就来了俩警车吧。 啊,可是他这话不能说呀,就直接把这想法就给吞肚子里了。 完了,只能说了三个字。 很难说。 这警察又说,哎,去年美国那选举不是计算选票时还出错了,是不是? 是,好像有一些地方出了错。 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哎,你说,为什么你们美国选举要选那么长时间啊? 那为什么这次戈尔就没获胜了?你看他得票最多呀。 海斯勒啊,深有体会。 他以前啊,就是因为他们这次的对话啊,都是用的中文。 你像因为管这种事的啊,他那个那个那种小警察,他外文不是很好的。 这个海斯勒啊,其实在他教书的时候,就是在四川教英文的时候,就学生老问他这个美国选举的事。 他其实特别想比较清晰啊,但是又简明讹要的,把这个美国选举到底是怎么回事,给说一遍。 可是啊,他真的那年他用英文他都解释不了,那就更别提拿中文了,因为他本身中文水平就不够啊。 不过啊,他觉得啊,如果说在美国要想普及这个选举知识,估计啊,你要是能够用什么简明额要的方法,去跟一个中国人去解释。 那,估计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因为美国人啊,自个儿都有时候对自己的选举啊,不是特别的精通,眼动的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反正就知道我有这个权利,我要怎么样的。 如果说啊,他觉得要想促进美国的选举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每一个美国公民你负责,跟一个中国人去把自己国家那个那套选举规则给解释一遍,哎,这个美国选举就更好了。 他觉得改革最好的方法,因为他毕竟啊,他也觉得呢,好多美国人啊,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啊,呃,我是应该怎么着,只不过就是知道我有这个权利。 那么呢,这里边有什么规则怎么运作的啊,其实好多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 尤其这海斯勒他一点都不关心这个。 这解释肯定就是特别失败呗,因为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弄的啊,他这呱呱呱呱在这说的时候,因为也确实很复杂。 从什么,呃,你从这个党这儿啊,先开始,呃,初步选举,完了在党推出一个什么选举人。 完了,在每个州是怎么回事,那州再决定一个什么,完了最后了,还有一个什么选举的这个选举人票。 哎,这些都啊,说的那就越说越多了嘛。 这连站在旁边啊,想听的这些警察一听都烦了,什么玩意儿,走了人家都,没人了。 最后连那个北京来的人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一看在那里边,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俩人面对面坐着。 完了呢,这人发出第一个问题是,哎,美国的警察工资是多少啊,估计啊,这刚上班,觉得自己拿那点工资太少了,他就特别感兴趣,你们美国人到底拿多少啊。 俩人啊,可是这个海斯勒发现啊,俩人相处的这个待的时间在这屋子里越长,这个年轻警察啊,就变得啊,越不友好。 本来海斯勒啊,一直还跟他说呢,说我姐夫啊,就是密苏里州的一个警察。 那本来想啊,借此机会啊,你看,我特别了解,哎,我还能够,就说,拉近关系,起码人家对我有点好感吧。 结果发现啊,没起什么作用,而且啊,这个警察,问的问题啊,问的可慢可慢了,有点像什么呀,就是一个新来的。 刚刚学啊,怎么去处理这个审讯呢,或者训问这种事啊,就是使劲找问题啊,这找方法。 问的呀,就一边记一边啊,就且想呢,我又遇到过。 刚上班的小年轻,一般啊,就是老警察一看这案子也没什么事,就你去吧,顺便你也学学。 不过这小警察啊,一开始慢慢慢慢,后来啊,这问题啊,就开始,就有点像冲着海斯勒个人发泄上,就是有点,那个劈了啪啦开火了。 他看起来啊,一点不关心那村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全是关于这个美国他某些这个疑问,或者是质问,或者是谴责,搞不好啊,反正就是, 有点像那个,现在那种小粉红啊,你比如说他就说,哎,你觉得在中美,我们这两国哪个地方,你觉得更安全些? 海斯勒,中国呀,因为海斯勒确实他真的是这么体会的,他因为不是刚回过那个美国嘛,去找的那个,那个,那个谁,那个,那个商人, 现在就是等于到那了,他们特地跑纽约啊,还有跑华盛顿去看他嘛,尤其那纽约,你知道吗,那流浪汉的满大街的啊,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罗德岛, 那条大街有名的,这个纽约对这个,呃,为什么突然间招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流浪汉过去啊, 纽约好像给了一个政策,呃,花了大概13万美元吧,差不多,就是合计啊,一平米,你知道吗,居然啊,你听着都吓人, 就是美国真的也有很多东西,所以也好多人都觉得愤怒,就好多人就离开纽约了嘛, 就是你要是流浪汉,我送你一套房,我让你有,有居住,你不是没地儿住吗,我给你地儿, 哎,完了我还给你这个补助啊,你有这个什么,就叫什么来着,补助金吧,救援的那种, 哎,结果呢,弄的那块啊,越来越多人过去,拿了钱就跑,也不住的呢, 你给那13万美元那个,因为大多数人啊,他其实比如说他流浪街头啊, 一个是就是,呃,普遍调查的啊,有一个结果,就是精神上他有问题的, 你给他房子让他去,他也不去,哎,有吃的啊,他就愿意在那儿溜溜答答的那种的, 呃,大多数都是比如说受刺激了啊,或者什么的啊,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呢,就, 就,问他这个问题啊,海斯勒确实觉得,那当然肯定中国,尤其纽约啊, 那治安就差的不得了,就说那肯定是中国了,结果这小伙子又问了, 那美国怎么那么多的人流浪街头啊,政府不给钱吗, 嗯,政府是给的,但是肯定给的不多啊, 不过我们知道啊,就通常这个流浪街头的,他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的, 不,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因为穷, 我们这儿啊,嗯,以前还真是有很多是因为穷, 但是后来啊,在跪在那儿的,什么背着小包包的啊,那都是职业的, 有人统计过,你在这个,纽约, 你就坐那儿摊一个小碗,真的,那给那钱叫一个多, 有一个白领啊,他因为是搞这个社会调查的吧, 他就,他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呢,就,他就在那儿坐着, 你稍微的穿的破烂一点啊,那个脸啊,脏脏的啊, 就跟没地儿洗澡的那种感觉,你就往那儿一坐, 他突然发现,我天哪,这比我一天正的都还多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欧洲啊,你跟满大街, 就是为什么人好多人拉琴啊,唱歌啊,在马路上啊, 你就往那儿搁一个小碗,有几个留学生做过这个试验, 外国留学生,其实他们是法国人在别处留学, 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就想试试, 他就天天看着这个,我们法国老家, 怎么那么多人在这卖艺啊,他就想知道, 我挣多少钱,他弄了一个那个录音机在马路上, 完了就开始啊,唱歌,唱中国歌, 因为你得跟别人不一样嘛, 完了他就在那儿唱歌,他也没有去特地拿着这碗啊, 跟人要去啊,就好多人就把自己的零钱啊, 就弄出来,站那儿听一会儿,哎,卡, 就扔在里头了,他们也就唱了四个小时, 呃,忘了, 盒差不多得 忘了,反正就是啊,就是给他们惊呆了, 一百多欧啊,还不是多少,反正特别多钱, 才四个小时哦, 哎呦,他们一想,哇天,这好家伙, 这个拿这钱我们攒攒啊, 可以,因为哦,这帮孩子是做视频的, 就是他们去学那个拍电影的, 在电影学院里面上学的,哎,就发现这可以投资金呢, 暑假咱就干这个得了,挺好玩, 我看过那视频,有意思, 真是啊,他就在那儿一直放了, 他也不,有一个人在那儿拍, 就一直也,也不那个什么, 一点剪辑没有,就看着一个人一个人, 掏出自己的零钱,爸,往那儿一放, 坐那儿啊,听会儿你唱中国歌, 而且最逗的是什么呀, 这四小时,他们就唱了同一首歌, 中国歌,因为他们就会这一首, 好玩, 这警察不是指责吗, 说他们精神根本就没毛病, 就是因为穷,海思乐实在是打不了, 因为这是一社会问题, 没法跟人家这个较劲, 人家没法跟警察说, 这不是因为穷, 我们这儿,他领的那个钱足够的活, 他没法这么说,他只能松松肩了, 完了这小警察呢,又开口说, 哎,那你们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持枪了, 哦,这是我们人民的一项权利, 是宪法规定的, 哦,那你知不知道, 你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呀, 哎呦,我真不知道, 长城上也没有那个警告标志, 说不让在这儿露营啊, 而且当地好多人说, 最近有不少人过来在这儿, 那个露营啊, 那是那些人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我们的中国的法律条文, 哎,再一个啊, 你麻烦的原因是什么吗, 你啊, 违反了好些个我们中国的法律, 你在没有获得允许之前, 你是不能进行采访的, 另外, 你还没随身带着护道, 我说过了啊, 我们中国的法律啊, 其实特别的详细, 你要真正的按照所有的这东西啊, 你要是实行的话啊, 估计你都不得不犯点什么法, 就是说我们戏到什么呀, 就是所有人都有犯法的时候, 只不过呢, 平时呢都睁眼闭眼啊, 就这么过去了, 你像这个啊, 就是随身带护照这事, 你见着大夏天哪个, 或者什么有人出去, 尤其是老外啊, 就对这个身份证明这事啊, 特别不重视, 得, 他就没带, 那结果呢, 你这个在中国是大罪, 好, 结果这个警察说啊, 你看你还没带护照, 所以啊, 我们得罚你50块钱, 海斯里听跟救命似的, 我现在就交, 我现在就交, 可是那警察摇了摇头, 也没打算要罚他的意思, 又开始问另外一个问题, 结果海斯里说, 哎呦, 不行不行, 我得先上个厕所, 你想都问了好几个小时了, 结果这侥警察就还跟着, 完了呢, 就站在小便池旁边啊, 等着你, 这在外国人来觉得啊, 就有点那个侮辱的感觉了, 在外国人看啊, 就是他你看, 再怎么着他上厕所啊, 尽量的就是不跟对方啊, 或者人家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起码人家有隐私嘛, 哎呦, 人家就怎么站那看, 怕你跑了, 等再回到这屋子啊, 提问的问题就更苛刻了, 突然一下, 这哥们啊, 又开始说了, 我这没事啊, 就一听说这不老屯啊, 我得哪天去见识见识去, 挺好玩, 没去过, 你看现在都有个不老屯天文台了, 据说现在是网红点了, 我都不知道了, 要不看这个啊, 要不搜, 我还真的不知道, 结果这小警察又开始问他, 哎, 说你们这个美国干嘛给初中生都提供那个避孕的东西啊, 哎呦, 这问题可算是头一遭啊, 海斯勒什么话都答不出来了, 结果啊, 这个人又把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海斯勒说, 应该是高中生吧, 他们肯定给初中生不会提供的, 海斯勒呀, 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始说这个, 因为在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哎呦, 这年龄对我现在来说怎么这么重要啊, 以前在美国啊, 从来没说过什么你是初中生, 高中生这么一个重要性, 哎, 突然到这儿了, 被这个人一问呐, 他现在发现,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突然得重视这个年龄群体的这个问题了, 而且还很重要, 结果呢, 这小警察说, 不, 就是初中生, 我看过相关的报道, 你们美国干嘛这么干呢, 我就不明白了, 这次啊, 海斯勒已经懒得回答, 结果啊, 这个小警察反而得意啊, 你不是答不出来吗, 这就是我们中国和美国的区别, 在美国啊, 你们太开放, 女人太开放, 哎呀, 你说我们的一个警察啊, 一个普通的警察, 他就是那种优越感, 教训人, 就是这种的, 你让我们这个国家啊, 你现在都没人来咱们这儿旅游了啊, 怎么可能, 再加上啊, 就是这些记者, 这些作家, 他到这儿来的时候, 他对你这个国家的感受啊, 你要说这些经历, 他以后不写进他的作品里, 不写进他的新闻报道里, 他给的我们国家的这种, 你觉得是给我们, 呃, 抹黑还是这个宋歌呢, 这其实就是很多我们的点点滴滴, 最后造成的, 人家不再来, 当然, 这个, 哎呀, 可能历史进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不是, 反正到了最后啊, 已经算是就是, 大多数时间就是盛沉默, 再问问题啊, 海思乐就是直接指就是, 要不然是, 不是, 不知道, 就已经懒得回答你了, 小警察呢, 也在那儿啊, 因为过去你比如说, 他问一个问题啊, 哎, 海思乐还绞尽脑筋想啊, 那个怎么能把这个事给解释了呀, 还给你讲讲啊, 现在一看人家也不懒得, 就就一句个字, 嘣, 是, 不是, 就就完了, 结果他也找不着下一个问题呀, 结果他终于啊, 看了看不了, 因为你违反了我们中国的法律, 哎, 你必须随身携带着护照的, 而且呢, 你采访啊, 也应该事先赢得这个政府的允许的, 再加上呢, 你不能睡在我们的文化武器上, 这些都是违反了我们中国的法律的, 我们该发你管子, 可是今天, 算了, 你以后啊, 千万别再这么做了, 你知道了吗, 这也是不劳图啊, 说完这些啊, 他终于带着海斯勒走到了派出所的门口, 从西驼古村啊, 那个时刻就是警察把他带走, 带到这儿, 一直到现在, 送到这个派出所门口, 四个小时, 海斯勒呢, 也没再见到其他的警察, 肯定啊, 就是那些警察就那意思啊, 把一个最年轻的给叫过来, 哎, 过来, 你去问他, 尽量的啊, 多扣他一会儿, 给他个教训, 哎呀, 我现在都不敢看微博了, 你知道吗, 每到看几分钟, 我就看着我啊, 就是, 就觉得这个抑郁症就犯了, 你知道吗, 焦虑的不行, 难受的不行, 就想哭, 所以我赶紧啊, 就转移, 现在我就是, 除了拼命的画画呢, 完了就是拼命的先看书吧, 再往现实里生活中, 我觉得, 我可能哪天就跟习瑞似的, 活不下去了, 海斯勒呢, 就在街上啊, 叫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了这个不劳腿, 他上了出租车以后啊, 就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 又觉得自己脏, 又疲惫, 但是心里边啊, 又愤怒, 还沮丧, 有点像啊, 有时候就感觉啊, 特别像什么呀,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 有那么一种就是在, 那种很糟糕的那种感觉, 说不出来你懂啊, 反正就是沮丧, 但是又内涵的, 就是可能被人霸凌啊, 或者是遇到什么不公啊, 就是那种又说不出来, 你还未有被某种的压力, 给你压着的那种感觉吧,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下期见,